嗨 謝謝你收看好總監 瞎談 我是David 嗨 我是柏章 哥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我之前不是有機會 威夢旅人邀請我們設計一款酒標出來的 哇 太棒了 對 那這個是 威夢旅人其實是我們都知道台南很重要的一個威士忌酒吧 是 但是你來台南很多同學們都會來朝鮮 那他們有很多很成功的一些包桶系列 那最近有一個新的一個系列 松山大哥他就想說會找我們一起 因為都在台南 我們也在台南一起來合作 兩個台南很熱愛威士忌的人一起來合作 那我想說跟你分享歌 也跟同學們分享 這個就是跟你看一下 太棒了 就是威夢旅人的這個經典的盒子 我想說今天就來節目來開箱 跟同學們來分享 所以是由內而外都是 這個盒子是標準的 不過就是說我是 那當然選酒還是以松山哥選 我就是負責這個酒標的設計 我第一次做威士忌酒標 當然為什麼會叫總監 就是因為我工作 平常做很多品牌的這種 規劃設計 那就是說 那其實這個其中也是第一次有機會 真的來做一個酒標 感覺很開心 嗯 美夢成真的感覺 是 很開心 所以那時候要找我我就非常開心 對 那時候找我有這個節目 我覺得 你要不要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是 真的都有David的這種笑容 對啊 我覺得一看就是有David的風格 哪個部分呢 我覺得這些小小的細節 我覺得就是 對對對 有一些我在玩的一些東西 是啊 真的 就是你有別 以往就是你看到 那個 酒標可能就是這種素雅 素雅 它就是會有一些巧思 是 想在裡面 哥懂我 你的DNA 對啊 其實它就是 因為 因為那個松山哥 他說這一款酒 它其實是要比較是做一款 就是 不要有壓力 然後呢 就是很 也很符合我們的頻道 就是很接近人的 一個IB酒 因為IB的價格其實都 各位要是想 啊 三四千塊 欸 這樣 就是 的確他們一些 之前系列大概都那個價格 是 這一款呢 就是兩千出 所以就是很 他希望大家是拿來開 很親民的 很接地氣的 是 所以當然找我們是 很合適 那 因為系列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其實就是怎麼樣去做一款酒 讓它是有一個 系列性 那 Just Dram It 其實它就是叫做 就是 Dram 就是Just Do It Just Do It 我們在講那個球鞋 最有名的那個slogan Just Dram 那Dram呢 其實就是說 在那個蘇格蘭 他們說 Have We Dram a Whiskey Rad 就是說 欸來喝一杯吧 這個年輕人就是 好他們在喝這個酒 他們不會說一個 Dram 其實就是一個 來一杯 嗯 好 就好像 那Have a Dram 就是喝一杯 很輕鬆 對 這樣來 來這樣一杯 對 那Just Dram It 是什麼意思 喝 就是 就是一起來喝 喝就對了嘛 就喝喝看嘛 就是喝就不用想太多 所以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sway 那 當然這邊 這個是威貌旅人的標誌 那其實因為它是系列性的 所以我們在設計酒標的時候就想說 所以他接下來還會有其他 對 他說也許啦 也許啦 就是看這款賣的如何 是是是 那應該就是有成功 他會再找類似這個系列的來做 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那粉紅色的這一塊 這應該不是粉紅 這應該是 比較是深的 齁 這個是什麼顏色 有點 有點像是珠紅色 珠紅色 比較深一點的 紅色 那個粉紅色的這一種 這幾的其實就是這邊有講一些 比如說是哪一個酒場 什麼酒啊 那多老 那這邊有一些細節 那這邊我是講說 因為就是說其實宋真哥他本身也有選酒 都會有很準的這一種他喜歡的風味 他喝到的風味 所以這邊是他的拼音筆記 然後這邊就是有他分析這款酒的一些 哪些 所以我想說做比較技術性的 那就是把資訊呈現出來 那真的是給喜歡 就是對於有研究的人在買的 是是是是 那飛哥我請你來開好不好 就是你來開 那我開一下 然後我們來喝 我也還沒有 還沒有就是開開過什麼 他是用拉的嗎 對用就這邊玩的 OK 如果說他有系列性的話 對啊 對他滿期待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系列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跟宋三哥威夢旅人的老闆 宋三哥有蠻多的討論 就是他有一些 那他在選酒的時候 他其實有分享他選什麼酒 那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講到IV這件事情 其實你看應該是同學們也不陌生 很多人都在包桶 所以我在想為什麼大家那麼愛包桶 因為包桶有時候 其實包桶沒有怎麼賺 不過有時候你想到包桶沒有怎麼賺 大家為什麼那麼喜歡包桶 其實沒有賺很多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酒真的賣 也是要賣完才回收一些錢 不過重點是要賣完 因為老實說威士忌的空間真的不是太好 就是說真的以一個產品來講的話 比起可能別的產品 那不過我覺得就是說很多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點 除了商業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對很多威士忌的愛好者來講 好像這是一種 一款你好像是你選你喜歡的 你認同的 你覺得願意把你的簽名簽上去的 有這種作者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臉書都會看到說 就是說這些包桶的作者們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酒 寄到一些像國外的評論網站 那要是得到很高的分數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雖然酒也不是他們釀的 不過他們就覺得我知道這個是好東西 你看人家也都認同 我覺得選酒是有這個概念 那所以這款酒其實也是 那我就在我們喝之前 允許我介紹一下下紅哥就是說 他這邊其實為什麼會是用這個顏色 你知道嗎 宋三哥很認真 這個我跟你講說桃紅色 主要是因為這個酒廠在愛爾蘭 這是一款五年的愛爾蘭威士忌 然後呢 這個 嗯 那這個酒廠叫做 Great Northern Distillery 就是大北邊酒廠 要是直接以名字翻了 那可能有一些關心愛爾蘭的 威士忌的同盟 不一定有聽過這個酒廠 是因為它是一個比較低調的酒廠 不過我要是講 它的另外一個這個家族另外的酒廠 大家一定都聽得到 它就是那個天頂 Tilling 天頂這個愛爾蘭威士忌這個家族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就是這個酒廠的創辦人呢 他買了這個就是愛爾蘭的這個威士忌 酒廠 Cooleridge 然後後來賣掉之後呢 兒子去創立了天頂 爸爸呢 來做了Great Northern 所以這個是天頂爸爸 Tilling爸爸他的酒廠 然後呢為什麼用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是酒廠的牆的顏色 我們就是去抓它的牆的顏色來做這樣子 然後它是一款五年的 然後呢是在今年的四月份裝瓶的 然後呢它也是沒有調色啦 然後完之後沒有冷凝過濾 然後也是一樣就是用那個原酒的酒精度 就是58.2 所以也是很高酒精度 然後呢這邊可以講 我唸一下 就是我先唸一下那個松山哥的筆記啦 等一下你可以來比較一下看看 那它這一次這一批做120瓶 這個Batch 然後他說它是非常的新鮮的橡木桶味 然後呢有這一種麥芽的這一種 就是全麥的麵包的感覺 然後會想到一些一些蜂蜜啦 然後有一些那個鳳梨罐頭啦 然後呢有這一種那個 然後還有這種 草感的這一種的糖漿啦 然後呢也是有這種黃色的這一種果的味道 然後呢有這種檸檬皮的味道 也有一個橘子汽水的感覺 然後呢 他說聞起來都是很年輕很有力道 然後呢就很快就在轉變這樣子 可是它聞起來啦 所以它是五年的酒 對五年的酒 對 然後呢它喝下去呢 就是說也是有這一種烤的麥芽的味道啦 然後一些木桶味啦 然後完之後還有那個麥芽水的味道 蜂蜜啦還有一點點的辣味啦 還有胡椒味啦 不過不是不好的那一種 然後有這一種年輕的酒的力道 然後呢 那當然就是也是因為這樣維韻比較短 不過呢還是非常的好喝這樣子 那它其實它在這個給這個 那個錶上面它的果香是很高的 是五星 滿分的 然後接下來第二就是它的 它的這個香味跟它的木桶味 好所以我們來喝喝看 所以它有說這一個它有過了什麼 波本桶 不好意思我剛才沒有講它是波本桶 波本桶OK 對它有寫說它是用波本桶 對 OK 哥要不要來 來聞聞看 來吧 謝謝哥 感謝哥分享 真的聞起來真的有那一種粉味 它也是有那一種粉味 我覺得它是真的是 感覺它就是 很有年輕的氣息 很有力道 年輕的女生嗎 還是年輕的男生 中壯年吧 可很棒 我發現我們這樣拍久了 都很會彼此就是躲坑了 坑出現就會繞過去 有時候坑挖多了 總是不好補 對 松山哥說其實我們剛才才剛到 聽說放一下子之後味道會更開 一下子是 就是可能20分鐘吧 這樣一下子 對20分鐘 這樣就夠久了 酒不喝放一下子 太久了太久了 忍不住 忍不住 其實它還蠻好聞的耶 而且這個粉味感覺蠻好的 我覺得它從 從 因為它氣味比較強烈一點 對 從遠端開始聞 我覺得它的氣味只有在做一些變化 嗯 就是從遠的聞到近的 它那個 越來越深層的感覺就會有 對 我覺得它 它 氣味比較 到退了之後 它的 比較深層的氣味 它的褲香就 還滿足夠的 嗯 對 就可能放一下它的圓潤感 可能就會比較出來 有那種醃製品的味道 是 我有聞到那一種鳳梨罐頭 嗯 我覺得它那個 糖漬蜜漬的那種感覺 有出來 對 感覺也是很甜的一款酒 酸酸甜甜的 所以我覺得有這種評比 健康玩具 它會有去幫助你 我有找到那個味道 不過也不是刻意啦 有的時候在寫 大家在討論 我們來喝喝看歌 OK 謝謝 謝謝 喔 喔 好甜喔 這罐起注了 喔 58 58.2 很適合做體內消毒 喔 欸 我懂為什麼說那個會選它欸 我覺得這真的覺得很棒 好喝欸 不錯 甜 然後 我覺得它從前面 它一入口 一入口 它帶一點點的鹹感 嗯 一點點很淡 很淡 但是它後面就是 整個是那種 這等於是說 你那個甜味 會讓那個鹹感 整個帶上來 是是是 整個帶起來 對 後面它的那個 咖啡香 木質地 木質調的香氣 我覺得它是有 慢慢被推上來 對 它很柔和 它現在 嘴裡會散發的那種涼感 我覺得它 你說話 我覺得那種彈組是變成說 很舒服的 對 那個氣味是一直都還在 對 它也滿生津的 就是 滿生津的 嗯 甘甘喔 說實話 真的是 真的是 好喝耶 口感真的是 好喝 嗯 對 也不會讓你覺得有 奇怪的味道 對 沒有 就是 對 不喜歡的味道 對 舒服耶 我也有喝到一些鳳梨味 是 好喝很甜 很甜 就是 它 不是一支很多的個性的 也不能講 因為它原酒 所以它還是有一個力道在 不過就是它是一個很順口很舒服 就是很很很很很就是好喝 我比較怕喝到 就是苦味過重 對 或是怪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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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來說是會看你去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是 平衡的剛剛好 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太 在口腔裡面很不舒服這樣 對 所以哥你還可以啦 OK 我覺得這一團酒王 他還有一個 那一天就是也是我去 這也是松山哥他發現 因為有的時候像 之前我最近有時候有分享 就是說 有很多的達人他們拿到酒 其實他們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喝 是 不同的溫度 然後呢加水 不同的就是有的加冰塊 或是加水 不同的酒精度去喝 找到它的甜蜜點 是 那他們就發現說 這一款酒做hybo 真的好好喝 我去店裡面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杯 就是去夢園的時候 找出那個 真的很好喝 就是 這款酒做hybo 真的很合適 那我做一個給你喝 好不好 雖然說我的比例 可能沒有相當那麼好 所以他 他有說 要怎麼樣的比例嗎 還是 他當然不會告訴我也不好意思問 因為人家 這也是人家的作品 就像我吃冰淇淋 我不會說 欸哥那個冰淇淋很好吃 主要是說 你的比例是怎麼抓 這個不能問 這款酒已經算是 我們也 對啊 因為他已經自己包了嘛 不過你知道就是說 你知道牛奶也是 不過還是不能問嘛 就是 這個你知道是人家的一種 商業機密嗎 所以我覺得 有的人也喜歡問 不過我就對於這種事 因為我也不喜歡人家來問我們 所以你的冰淇淋 配方是什麼 連牛都要自己養 是是是是 那我就 我就大概 我就大概以這個 highball的比例抓了 是 這樣子 這樣會太high嗎 會很high 會非常high 會非常high 然後呢 你想要有檸檬還是沒有 我們就叫他先加雞泡水 對我覺得 檸檬可能會 會 又會改變他的味道 對 我覺得我先做一個比例不要那麼多 就是 比較厚一點的 對比較厚一點 OK 來哥來,請 OK,謝哥 這個 這樣會不會 我那天雖然沒有去看到他是用什麼 不過我看得出他的顏色 OK 差不多是那樣子 感覺 這一杯是 有的時候不用問配方 你只要看顏色就知道了 對 沒有,先我看看 來,喝喝看 它整個花香 出來了齁 好奔放喔 對啊 很迷人耶 對啊 而且那個粉味 粉底的味道 花香味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那個粉感是很 很誘人 就是會勾你 會勾你 對 喝喝看 OK,謝哥 很久喝可樂 喝汽水 反而它整個酒體的厚度 對 你有沒有喝到更多層次感 而且它層次感很多 對啊 這款酒很好調 做Hai Bo 我覺得它的厚度很夠 對 就很夠味 對啊 然後就是它的層次感 你可以喝到很多的訊息跑出來 對 我覺得它整個的甜度也很適合 做Hai Bo 然後味道很滿足 就是整個 其實是很討喜的味道 對 就像有加了糖漿 對 的那個 汽水這樣子 對 它甜感也是很足夠 整個的果香 花香 真的是 你看它放了一下這個味道 好討喜喔 你看櫻桃味跑出來 對 有櫻桃味 你說的對櫻桃味 對 黑家家的櫻桃味 講到櫻桃味 我就會想拿來加殼 加殼應該很讚 很讚齁 對啊 來加加看 剛才忘記買殼 總監的最愛 這個是自肥嗎 是 很香 我覺得這個應該倒出來慢慢聞 其實會很難 對啊 因為我覺得它的變化其實是很多的 但是它變的味道其實都是很舒服的 對 對啊 其實都 目前還沒有聞到這種 不喜歡的味道 對 坦白說 真的是很 我覺得很近人的一款酒 對 真的 以它的價位帶我覺得是 你覺得OK嗎 對 我覺得還蠻 所以它連瓶子都是它 有另外 去做選擇嗎 還是說 就是 就是請他們裝好來 我們可以貼酒票 對 其實不過這一款瓶 它算是標準瓶 這個瓶子就是 所以蠻多的酒廠都會用這個瓶子 所以它算是一個標準瓶子 所以它最實施它 所以它最實施它 特地有飛過去選 這個是透過就是這一種裝瓶商 就是台灣的裝瓶商 去幫它找 就是有一種broker 然後去幫它找的這樣子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酒後面就是有那種烤筒 烤筒 因為我覺得淡淡的這樣 是很 一款酒就很迷人 好喝耶 好喝 我覺得這款好喝 我覺得這款很適合下午的時候 當然Highball 不知道味道就是很舒服 不一定要等到晚上 白天喝很舒服的一款酒 需要草皮 我就這樣 你要幹嘛 有草皮都有加分 草皮需要有什麼東西在討 好 我聽不懂歌 感覺這個話有陷阱 OK 不要看是有美女在跑 還是有小孩在跑 我就知道 可是我終於知道 你的頭腦到底都在想什麼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同好們的留言 是 好喝 我覺得這款酒桌 Highball真的是很棒 我覺得是 是真的是 有 有一定水準之上 對啊 對啊 真的 但是以這個年份來講 我真的還蠻好奇 就是 它可以 它 它如果有其他年份 不知道它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覺得說 它這一款 目前這樣子喝起來就是 蠻好的 對啊 還蠻舒服的 那個上個禮拜格蘭節 大家同學們都很喜歡 那個修哨這個要唸一下說 格蘭節 買不起LV 可以喝他們的酒 也許太太跟你要LV包 你可以就是說 去買一瓶酒 放在一個塑膠袋 然後把包包 沒有我這樣會被 就亂說的亂說的 大家會 會出人命 把酒不要撕起來 自己還 一瓶格蘭節 18年還沒喝完 感覺這瓶庫存 不多 銷量還好 但是喝的人 都給他蠻高的評價 以CP值來說 真的很高 對我來說 喝起來 真的比較深奧 辛丑還是適合 10年12年 雖然胃已經不合適喝酒了 不過看著影片 想到一杯來喝 哇 秀童謝謝你 我覺得其實剛才秀童那樣講 我覺得18年其實 上次我在影片也有講 就是 我覺得有看到 其實是可以把它收起來 那我很喜歡秀童說 就是新手10年12年 我覺得的確是 因為 有的時候我覺得 它很便宜性的 而且我覺得有的時候 老的酒真的未必 真的是比較好喝 我們都有那個謎 因為它比較貴 就比較好喝 我覺得真的未必 是 就是 因為就是找到自己適合的酒 對 因為有的時候當然你會想喝 你也應該嘗試 只是說 它有時候是個體驗 不一定說就是比較好喝 就是一定都得喝那樣子 對就是你會想體驗嘛 不過就是說像 就是不過你不一定說是每天都會想喝 因為有時候那個體驗就是一個體驗 是 就是 就是 有喝過 或許這樣就OK 我在想那個比例是什麼 像有時候我們有的菜 你幫我想一道菜 這哥可能你覺得你也是 可能吃過 因為你覺得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要是喜歡美食的 你會想去吃吃看 你要吃 好 比如說我是那個 Willington牛排好了 就是那個牛排 我們有包一個餅皮的 你會覺得 哇 那個感覺好fancy 一定要吃吃看 不然你不可能天天吃那個東西啊 而且老實說那個東西 也不是真的是 那麼的好吃啊 不一定 就像 每天都吃米其林 那台南就是每天都吃米其林 是的 是這樣進去的 就這樣鋪的 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要靜一下 這個靜一下 我們住在米其林城市 是的是的 所以帶這一瓶去吃應該不錯 哥你想一下哪一間 適合帶這一瓶去 我們去派一下好不好 去米其林美食這樣子 搭配酒 然後呢 我再唸一下 我覺得是 感覺大家還是都好像 像這一個 綜藝他說 又長知識了 故事果然是我最搭酒的 格蘭捷的風潔真是明亮又細緻 然後呢 然後千煌去他說 超級喜歡格蘭捷對個人而言CP值很高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Diopan他說 18年自己覺得果香爆表 還有些特殊桶糖果蛋糕系列都還捨不得開來喝 有時候真的是 要一個衝動 對啊 對啊 然後其實大家都 我可以感覺到同學們都喜歡像洽吉的深夜酒館 他也是說十年的真的很親民 可以當作家裡常備酒 沒有錯 沒有錯 十二年了Santa是我非常推薦的雪莉酒款 性價比很高 真的一直覺得他雪莉酒 的那一種酒 酒釀的味道 甜味也很高 而且他我可以聞非常久 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是 然後就是 然後帕克萬一他也說 格蘭捷十四年波特桶好喝 都是女性朋友喜歡的選擇 謝謝這個 Astar也是經典 尤其是舊版的51 7.1 這個是那個靜萍說的 然後謝謝David有跟我們講說 在三十分鐘三秒的地方說應該是 知畫不是純畫 謝謝 我們再來 紙畫 紙畫 謝謝他 然後呢我覺得真的是蠻好 看到童話們都很喜歡 我覺得這樣互相交流 感覺真的很棒 對啊 對啊 我覺得真的很棒 對啊 OK 太棒了 感謝哥的分享 謝謝哥 今天覺得說又多認識了一個 一個新的東西 太棒了 就再更上了一小層樓 太棒了 謝謝哥 太感謝 OK 那也感謝各位收看好總監蝦談 那記得幫我們訂閱按在家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哥你說你覺得哪個地方又上了一層樓啊 就是在 就是 認識 酒的部分 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 每個酒廠就是 也不可能每個酒廠都喝過 對啊 就是有人這樣子做啊 你就更認識這個地方 他們所做的風格是怎麼樣 你說哪一款啊 這一款 對啊 真的喔 因為畢竟你也沒有喝過 那個 他們之家做酒的時候 你可能 你不知道他做酒的風格 對對對 或許他也不一定是 是 每一款酒都像這樣子 對啊 對啊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款真的是好喝 好喝喔 對啊 哥這給你送給你 沒有沒有 真的送給你哥 你留著來 沒有我要送給你哥 你留著來 你留著來